我在校高二的工作 一進去啊 我以為她去當兵 她才會兒 要不要去當兵 我說好啊 我跟她 大陸回來以後 我認掉就是共產黨 我以前在町尾 家裡就在家 和牠 町尾 整個方方塊塊塊 到大樓那裡去了 以前是滿完整的一個山火園 還有町尾 現在猜到 面目全灰啦 都不一樣 從小到高中幾乎都在這裡 生活也在這裡 就是農業生產 都整個體驗 跟整個投入這一種工作 所以說那時候對於這個 過去農業時代的山河園 跟那個町尾 就算是宜蘭 鳳胎長的町尾 是很有代表 和象徵的意義 那時候 鳳胎長的町尾 町尾是最有彈性 所以說有來的 只要一起採用的時候 你看每一個主委看起來都 好像跟 黃蜂鮑魚在 抗氣在保衛這些農家 所以那個主委 跟山火園幾乎是一個有機體啦 我只剩下這個山 這個大漢 因為到高中畢業就在追快地 現在只剩下追思跟回憶而已啦 有沒有 bad 乖制蝣魚在上 所有 從小巡知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家庭是农业时代一个相当典型的一个家族 我们那时候家庭有三十四个人 我最老那时候三十四个人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有这张照片 这个就是在五节乡算起来我们第二大的家庭 有一个五十多个人也是姓皇的 所以我们这个家族 我说我们三代同堂 我们不只三代已经四代了 所以这张照片对我们来讲 家庭大家就觉得很有纪念性 而很有代表性 唱歌唱歌 那就是再重录 那些五十几岁以下 五十几岁以下 都觉得这奥同堂 他都老是在唱 因为这回忆政大 尤其死者行 我哪知道 他以前同学 他也会带来带来我们 就看开什么辩论会 他也都很激动 他也是小独自是 因为我爸爸队友后 有我三个跟二个队友 他们都蛮关心也蛮照 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一种 我也有那种习惯 跟有那种 我应该替比较我们下一辈 做一些引导工作 尤其是那个我是老一号 我辈分比较高一点一般 所以等于我的侄子 跟我们那种那一瓶 让他们那些小孩也都看来 所以我们那开 留留到十五个二十个儿童离开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儿童会 连儿童歌我们都有 那个我们家庭 也是自根农为主 但是我们也有租人家的 叫电农 还有钱也让人家租 这个算地主 但是因为地点的眼镜 操作的方便 所以换到我们的地址 也是根农也是电农 所以我说我们这种身份 算很中活性 很有代表性 这是农业时代的家庭 要我们呢 一般当然是水稻耕林为主 当然农村家家户户户 一定有个菜园 蛮大的一个菜园 有种菜 这个东西 反正农业社会要的耕林 我们几乎都有 还有呢 还有呢 我们家里 当然农家大的一定 养牛 养猪 养鸡 养鸡 养鸭 等于过去中国 从汉朝开始就有这样 把农牧业 因为牧业有一些东西把它融合到农业家庭的户业 户业是养猪 牛是生产率最强的 当然 尤其是我家里 因为 讲到这里 我要讲 我的爸爸 在农业社会是 是对牛在宜蘭县口里 算专家 这个应该是可以这样讲 我爸爸当时是 对牛相当专业 相当有点常识 所以呢 宜蘭县那个 平原不是 这边两个很重要的牛饭 这边很重要的牛饭 常常有空就来我家里做 我爸爸几乎当他们的顾问来 他们有重要的事情 一定请了我爸爸去 甚至有时候 离兰县的牛 还不过他跑到平林来找牛 跑到花园去找牛 我爸爸都陪他们去 那些牛饭 有的身体都很强壮 有时候碰到 有时候会打架 我爸爸常常欠他们 不要出外 不要惹事情 但是通常 有空他们都会来我家里 所以呢 我们在农业社会 我爸爸算非常受 做崇敬跟重视的一个牛专家 因为常常买牛 常常为了这个 我家里农业田地忙啊 过冬 要农忙的时候 他特别忙 所以他说不行 从后来他说 养两头牛 三头牛 要的话这个先进 要我再去买 结果我们的小孩子 未来的理由 我们做了很多事 我们常常要去割草啊 外面呢 田丁小丁 那个割不过 到直肠去 所谓直肠是 我们几乎有 三分之一以上 割草的时间 跑到直肠去 我的老家 就在附近中心竹场 以前叫台湾竹场 楼东最大的场 全东南亚最大的竹场 就在这里 这种建筑物是大到可以震慑你 你会有一点敬畏 有一点害怕 说以前我们来挂草 经过这些 都会感觉 心情一个很敬畏 和心理工程 提心吊权的味道 这是被财部 这是村库 我今天在这里 在那里有一些 他们的空地炒藏 从前现在这些建筑物都有空地 我们常在这里挂草 挂草 如果很近 他们的村库 这些工人 老大 都帮我们 帮我们挂草 那天我们会感觉很严重 他们也说 让小鸡来这里 把他们的场地 冲到清晰 他们会发愉 这一大凡事 这个地点 在南洋平原这个三角洲里面 是接近一个中心点 这一块小平原 也因为这种区位的重要 所以适合在这里 就建了很多工程 加上有太平山林藏 所以造子藏 祭木藏 后来还有水泥藏 还有肥料藏 在小小的南洋平原里面 就有好多工厂 这些工厂 相对来讲 也是一个当初 推动工运 很重要的一个区块 所以 这里 罗东职场 当时就发生一个 那个劳工运动很重要 我们讲是好像工委会 在这里发展 这一张 我三哥也在里面 还有一个简文县 也是在这里混杂 它站在中间 这里呢 这个备财部里面的 有一个鼓掌 它也是故宫子的鼓掌 叫尤全川 我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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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张 我三哥 我三哥 罗冬发生这个工委会这个案子 由尘川的一个亲戚就是王万德 他们跟一个孙古平 他们在这里发展一个 那个就是共产党的主持在这里 后来牵涉到蛮多的直接跟间接案子 在罗冬地区就抓了不少的人 这是中兴职场 这个中兴职场对这个地方来讲 它是有形的无形的影响都很大很大 我的二郭三郭都在融会 以二节的融会去做事 后来都调到职场去做 这什么关系 我搞不清楚可能跟尤全然跟黄春 我的前辈有关系 所以到那里走 所以职场里面有很多是我的 我家里的人 亲戚 邻居 朋友 以前都职场 所以职场跟我个人的关系 是千师万劳 而且很自然 包括发生事情 好事坏事都是跟我们的息息相关 那时候我们突然说要开一个米店 我三个就调出来 发楼 他去张楼 因为我三个学个诸算 学个诸算的时候 曾经还跟王万德他们在台北 他招呼宜蘭的年轻人在那里住 住的时候还带他们去 所以他从小有那个诸算的基础 所以他叫他比较开朗 叫他来负责这个米店 就是米厂 后来是连加工的米厂 因为我们说米厂是水到其成 第一个 要客户太多了 因为我爸爸几乎很多农村家家户 很多要牛的人都知道我爸爸 所以等于我们客户几乎是免打 并自动会到的 大家都只要收购就收购 我们都装不下 然后客户我们人们也加上中心职场 那个既然里面可能是跟刘田川他们有关系 几乎他们的福利都推荐到这里来 卖米 所以你看那时候我们的米工厂也发展得还不错 这个好像延长 延长 这个缩小 以前校长是在这边 以前校长是在这边 以前我们进来说有礼仪廉词 几个字 后来各校就发展自己的有自己的校训 我的人生跟人格在这里受到很大的塑造 也有相当的一些扭曲 就在这里 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因为家里很忙 就把我们调出来 说暑假不要考了 事实上我保送也没有就是不考就不考 后来同学跟我讲 他说我去报名 我家里也不想我出来报名 我们在处讨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说 喂你第四名考上了高中 我这样说你去报考 我是报考 只同学替我报的啊 事实上我也真想报 我说初中毕业 所以我勉强送他练高中 但是柔东中的当时的高中 真的还不很上轨道 在这个地方你要招两班一班不大一定 我们那一届几乎招不到什么太多 所以后来最招一班 吴子行在当时他的作风啊 他当时好像才30岁左右 但是他的作风非常开明 而且真的他会被抓紧 可能他的作风也有关 他常常挖动学生去做事情 尤其一个运动场 篮球场 他也全民的肉业 所有一个谁都每一天早上你找一个石头来丢 就弄一个篮球场经费不够 就发动学生找石头来 每天带一个带 后来还不够 还去借几个链卡 就去吴老坑 好几次来就后来提早盖好了 所以他这种东西你说政府不怀疑 你说你这个等于是 大陆他们那个时候就是 群眾運動就是發動學生去做事情 而且他在家長會的時候 他也是很開明的人 高中我講過對我印象不像 就是讀書館那個熊老師 那個時候好像在轉角 現在看不到 我講過他借我一部三民主義的原本 說你有空你能不能認真我看 這個本給你看 我結果回去 我真的很認真看 結果那時候我們在叫三民主義 是秦孝毅編的 那是生的講解跟孫中山之女期 甚至有一些都唱反調 所以我看到三民主義裡面民生主義 混豪的一句話說 說社會主義 三民主義 形成主義就等於社會主義 甚至於他講 最終大家的屬性 天下為公 世界大同 就等於一個天下 國際主義 所以呢 我那時候覺得 那三民主義到最後不是 跟共產黨平行起來嗎 讓說我們就有這個印象 而且呢 真的 這種觀念到大學以後 我們去救世攤 看來又更確認 孫中山本來就走那個路 所以大陸到目前還是 把孫中山定位於革命的先行者 我在這裡看到三民主義的原本 給我一個最現有的政治體制 因為我從學理上我就指引 一直批判 所以到後來大大水 我自然會做 反對的這個路線 跟地下路線 跟這種方向 那時候就是有一次我 那個時候就是有一次我 要到 永和找我姐姐的時候 突然發現 古林街那邊賣救助攤啊 那是三十年代的重點 很多嘛 所以我就常常去那邊買 那 那 從小 對自己 很有機遇 很節省錢啊 但是該花錢的時候呢 他都喘著富了 去古林街買書也是這樣子的個性 我那個就比較窮 所以我就 就 覺得這個人可以教 哈哈 大二的時候 我們剛才 我們這一集 念書法跟農村書 出來的一些學生啊 大部分 一般想 買新教課是比較貴嘛 就跑到古林街救助攤去 在救助攤裡面 真的 我們 最 影響最大的 就是有幾本事 第一個我剛才講 大眾哲學 大眾哲學 後來我們叫大眾信物導師 叫大眾嘛 大眾 整個民族 尊的民族 所以大眾哲學 對我們很大的一種 對我們很大的一個開竅 哲學是這樣談話 第二個呢 就是我剛才講 延安逸業 我們作為農村自身 他描寫 比我們的條件更差的一種 社會運動 跟對農民的關係 我們說 共產黨最很好 對農村跟農民 這麼 關心 這麼支持 這麼大的一種 一種 借重 農民 所以 要不然以前 我們認為共產黨 就排除農民 是主要共產黨 事實上 趴水 非常體諒農村 非常了解農 非常體諒農村 藉助農業的農業 農村包圍城 就這樣出去 我打算把大眾哲學 用 剛才說都沒有什麼 那個都用 鋼鋼板的 請人家鋼鋼板的 把印象成策 有對這邊 有興趣 我們就提供這些東西給他 所以我在台北市 我們這個組織 算那麼大 人那麼多 我在台北市 就只要負責 這個中小學教師聯盟 中小學教師聯盟 教師什麼地方來 農村來 上山 沒辦法吃 看牛 好 這些我就 慢慢把它集中起來 所以在台北 我成立一個 這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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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組織的內容 對我影響非常大 以至於我們 後來成立組織的時候 名字也要掛成大狀 我們那些人 但是都是台灣鄉下的 而且都是比較貧窮 所以大家練書灣的 比較多 師大 師灣大學 還有師師專的 不少 這些人很容易就會接受 社會主義的觀念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救世攤 因為有一些師 教科師新的 主要是跑師 教科師 跑救世攤的一個 非常附加價值 跟後遺症 很大 對他們講後遺症 對我們講附加 看到很多好師 包括三十年代的文水 很感動 我很少看小說 結果看那些 我很感動 還有看到圓南一夜 看到大眾 哲學 愛自己 所以我們的大眾幸福堂 也是參考那個 那個有關係 大眾幸福堂 大眾哲學 還是其實 變成我問來講的 比較淺顯 當然不是很好 但當時有那種師看 那本身後來不曉得到哪裡去 我意思說 變成就是當時 我們很重要的 一個趣次跟 精神良識的一個 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後來就是 常常 我們兩個 見過幾次面 都是在 古亭國小的校園 教室裡面 見面 或是到 什麼 登陸國小 對 古亭國小 到何彬宮 對 要聊 要聊 結果 發生 兩個人 都 思想相當 接近 我就是把整個 同盟 帶進 更 黃云武的 那個 組織裡面 就是我們 台灣熱水 今年同盟 就是以 黃云武 做大祝福的意思 大祝福 是他 跟我 跟黃云武 幾個人 去 與其他 那個是 大祝福 那個時候 我們這些 社會主義 當然就是以後 人們幸福 那麼我們這個 組織裡面 大部分 他跟 陳千福 他們就討論了 那我都帶在台北 當時我們上面有幾個組織 上面有一個青年 熱水青年 底下有一個 中小學教師聯盟 中小學教師聯盟 那大部分都是我負責的 就是大壯這兩個字 就是愛是起那個 書的影響 還有 信武黨就是 那個時候有一次 在交換意見的時候 我拿出信武牌香菸抽 嘛 那 郭沐陽就說 乾脆叫做 信武黨 所以 原來是來自於香菸嗎 那個時候 郭麥子有出版 出品這個 信武牌香菸嘛 我們所有同鄉 觀念 理念 都一致 來自農村 貧窮的農村 當時在那個社會裡面 要讀書很難 必須要有錢 所以我們很多同學很優秀 你就沒有辦法上大學 必須當老師 當老師 當老師就讀書不要錢 所以他那時候 他是 後來在 羅東中寫教書 我到台北來教書 但小書我們都在一起啊 索草啊 掛笛啊 通通都在一起 大家都會聊 為什麼農村 生活這麼苦 把這個社會要改變 有人說 走議會路線 會有改性 我們認為是已經不可能 所以我們要走一條路 那條路就是我們 現在在判決書裡面那條路 雖然不好走 但是我們認為說這個是比較長久之際 關於西方那一套民族 因為在大學我研究一些 國際政治跟西方政治 我覺得那一刻是說 真的 帝國旨利跟資本旨利是兩位一體的 一個用武力一個用貨幣 完全選舉絕對是發錢 而且錢在操作 這個是 你看美國選到華爾街的財產占 所有美國的總資產的 百分之一占超過百分之九十幾 你說這個什麼名字 一定是資本在印度的操作 這一套很早我就感受到 根本引起世界到處這樣放火 到處這樣 讓新豐洲人完全靠 靠當武力和好比這兩個 所以說對選舉那個 郭毅信那個人本來有期待 我們這個老闆也要背影一些 開始我就沒有他 因為我認同是 他跟農民不留去做會 那些人是窃國民黨 結果我也發覺 他也是怕美國的路線 所以說對西方這一套什麼名字選舉 我們連個國際政治的人 假設你用心一點 根本他完全 他在耍弄 把他跟弱小名字的一種手段 所以說我們一直都很排斥 我們這個選舉 要花錢 要精力操作 絕對是這樣 當然我們 基本上我們結個結地下路線 我只有一種 就反抗革命路線 我們那時候是這樣 雖然我們大眾性 後來才 事實上我們著就大方向 這個東西到最後也是國際主義 但到最後一定跟大陸結合在一起 我們那個很清醒 我跟前前五跟幾位主要的人 都很清醒這個問題 這個立場跟方向 基本上我們很早就有一個定位跟取向 這個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問題在運作上 那時候台獨外國還沒有培養多少 還沒有什麼勢力 真的講我們主要目標當然是國民黨 1968也是民國57年 4月24日那一天 我們同案的黃真毅老師他當教務次次長 兼代校長 突然有一些調查級的人來這裡 他冒充說他是教育級的人 黃真毅帶他到二樓 那個方向好像在這邊 那個國在教高二的公民課的時候 他就他們在外面 他去我的那個獎台那裡 因為我出事情了 他就帶出來 他們有一個調查級的人 就跟我到校長室 他們三個人就圍著我一台 那個調查級說 聽隨聲跟老師說 你教書教得很好 所以想要請你到宜蘭去 去做一個匯報一下 大家來學習 我從真毅已經跟我打巴士 我知道了 都好 去就去嘛 就這樣什麼準備都沒有 就從這裡起步那個叫ZIP ZIP的車 把我帶到宜蘭調查級去 你講到國小三個時候 要下課級 一個代理下課 那時候下課出差了 一個代理下課的人 來辦公室 來我的教室找我 說有人要叫我去一個來 我去而已 一次也算宜蘭調查級 那時候是你在地區房的隔壁 隔壁的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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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想吃 所以被他聽到啦 我的聲音 所以我兩個就竄中 他國壁我國壁 我唱羅東笑歌 欸 你來啦 那房間嘛 我在唱 欸來啦 聲音他知道我 都叫我孩子頭 他先來 他就 欸 你頭 有女兒不要說 那些都不說 村民也不說 你身體那邊也不說 這樣啦 哇 漂亮 裡面 隔壁是 我們還人 裡面問 但是他這個要穿公布隔壁 就跟他檢記說 他們兩個說什麼 說什麼 喔 我就漂亮 就出來了 所以說什麼 什麼人不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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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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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我我不知道 你去問他 他就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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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 這種 我們當時的隔壁跟這個 都不大一樣 我搭這間 這裡面的隔壁有沒有 這個啦 以前沒有這個 這個 我師叔 對啊 做好那間 四三步 這間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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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前住的隔壁 好像比較像這一種 以前沒有這個 那個 家民喔 你說要做電話 告訴我 以前窗戶沒有連到 以前窗戶沒有連到 這裡幾乎都密封的 但是 那個地方 好像有木頭 釘的 所以我們大部分 都從那個洞 穿到隔壁 那個那個 但以前好像這個 密封的 那個 板就把它鑽一個洞 就這一邊去 船過去 以前我記得是這樣 是這裡 是這裡 這個地方 停水的時候 有時候也 當著兩邊的 通 通信 就從這裡 這裡可以通 這裡可以講話 這個 這個 把水龍頭拔開 那邊跟這邊 可以通東西也可以通話 這邊 這邊沒有這個 開關 好像在這個地方 壓了 用壓了 水就出來 水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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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洞 哪個飯碗 我們用石膠的 鐵 就不行 挖一個洞 把它放在這個 孔裡面 這個壓下去以後 水就出來 滿了對不對 就在裡面洗澡 基本上你知道 因為一兩年時間 大家進來的是五六個人先進來 後來慢慢陸陸續 快要二十個 所以皮池間幾乎除掉按寫條紙 會有時候會通一點 訊息外 根本我們就沒有見面的機會 也沒有時候 所以只有那時候 大家會和 一起來這裡 會和 宣判又是 在我們心裡準備 他還是 我們有那個心理 所以大家 開個庭以後 大家覺得 我們算一個端樂 大家覺得這個 算什麼 我本來 所以我講過 宣判以後 我們一群人 好像黃黃這根水 先唱歌 我們一群人沒有看 然後就出去 哦 大家好像 重新 反正我們就是 終結我們會勝利 我們講 那一條歌 當時才剛 美國那個黑人運動 才開始 沒多久 所以呢 大家唱這個的時候 我覺得心裡 大家很高 很激動地唱這個 哦 那這一代我們 你招完了 招完了 為什麼 我們 怎麼 要 我們 什麼 怎麼 為什麼 我們 我們 來 歹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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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歹 是那時候覺得 我們不是很 不很 很嚴肅地對待他們的 因為本來抓我們也是 我們是被 另外一案 林水先生千進來的 而且呢 在英吾他們也是 整個辦案官員都是很被動 而且幾乎是事事而後一直辦下去 也是因為這些事情跟我們當時的立場跟出發點 跟我們完全不大一樣 走樣了 所以我才 後來才操心這個問題 我們被启示師跟判決師做相當的扭曲 跟甚至誤判誤導 我這個時候我肢覺得 糟糕 這些東西我們裡面有一些還不是很進入中國的人 可能因為我們臺灣力士當然都很強 我愛宜蘭 羅東有什麼不對 我愛臺灣有什麼不對 放大約我們愛整個中華民族有什麼不對 但是他們到這個時候會變成 我們要走台主 搞錯了 所以我真的判決之前 启示以後 我一直在傷這個腦袋 所以我後來通調子 因為我本來就在我們裡面這邊通 甚至也通過到跨區 但是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一定要做 所以我前後就去做什麼 通調子的 去辯解才 澄清跟矯正我們的大方向 大路線的問題 我幾乎 我通了差不多有十幾個條子出去 第一個是代號 一個像Revolution 鱷魚關 這兩個鱷魚關 他們叫這個鱷魚還有什麼鱷魚 不是革命嗎 我說我也搞不清楚 我當然是中糊塗啦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遊行的時候 一直把這個東西 從一個區 用廁所就可以 把那條子充過去 跨區我就要想換了 所以用原子筆 把衛生紙 那時候在那裡還有寫判決書 還有答辯書 只要有機會 我叫隔壁房 你帶出去 援緊包好 就出去 傳好了 有的人從我們那個 收到了 我說 我那時候 我傳十幾通 至少有五 六通成功 有一些不曉得 有一些出問題 代號他們不知道 所以一直逼我把那個翻譯出來 我說我爸爸前七年死掉 我要回去 你不讓我回去 我說睡不著 一直 我也不曉得我在寫什麼 我裝糊塗啦 我說真的 很防護 我千人叫我 我說行又打 打 我當然 我要裝啊 那個很嚴重 在裡面在搞革命 那當然 一定也是 不是死刑人 所以我就一直裝這個 他後來就叫一個神經病的跟我在一起 那沒有多久就跑到 精神殲義 安坑 所以我說給我們誤判誤解 那個誤導 搞到我要對付這個 變成我稱為一個安壞案 我今天弄一個 到那裡祈福 我們做的不是勞中勞 跟神經病在一起 所以那個苦難至少連一個人 一直 三個人一起在一起 我至少超過五年以上 真正跟那個神經病在一起 有兩年 我完全是神經病病為主 我們被在裡面過日子 這個房間 我覺得是我當時血兒一關 出事情以後 就被關到這裡面來 關過一段時間 又掉一個人 叫海軍 有一個被逼的神經病 他也進來這裡了 所以 變成我們兩個人就住在這個房間 他早上到晚上幾乎是廣播不停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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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就是 到次覺得 大家都 包括我他都害怕 所以 一直早上練到晚上 這裡面 我自己自我訓練前 我會倒立 倒立行走 就在這個房間 對於個人來講 從這三五年以上 五年以上的跟精神病在一起 這一個時候 我整個人變成溝通能力 我幾乎是放棄消失 溝通能力跟互動能力 在那個四五年中間 我幾乎是以前我最擅長的疫情 我人幾乎都通通 加上我塑寫從六章裡 一直到這一次發生 我真的耳朵已經一直流容 所以他們也不理你 我當然 這個東西你活該 所以後來 我就動到要像今天 這麼大聲 很近 我才能夠 變成我 往後的差不多有四五年時間 我幾乎跟人與人的互動 跟溝通能力幾乎完全歸零了 我出業以後 為了生存要先穩定 我有一個三哥 叫黃霧根 還有一個 我的叔叔是 已經輸了一點的叔叔 叫黃春亮 他們兩個 我一直聽到我出業了 要做什麼事 他們就突然說 來用一個公司 很順利的 因為我四月底出來 稍微適應一段時間 我九月十月 就成立一個公司 叫紀林吧 就是我那個 那個公司 剛開始的時候 以那個時候的資金 現在講起來是三十多年 那時候的資金是募集到 三百六十萬 我很清楚 成立這個公司 我那個 黃春亮那個時候 後來當宜蘭榮會的理事長 以前是文化學 他跟我講一句話說 我拜託你一件事情 暫時幾年 你不要去政治活動 好好把這些做下去 所以那時候我真的 暫時在三五年內 我也是聽他的話 盡量這樣做 做什麼 就化學工程 就是一種工程市值 也是生產工程跟做工程都有 環養性值 因為這個我接受 我當然是工業時代的 一些核心設備 什麼藥廠 電子工 我都設置 就是我的事業是這樣開始 我哥哥就說 他有一個 也是政治犯 也是坐牢的朋友 就是窮 但是他的理念比較一致 就後來就是他 我知道他以前是在羅東中學教書 後來就是因為政治的問題 就被抓去 他說人品比貧富還重要 林泰青的老師在裡面 就找了很多露營 在上面都給我 後來的時候他還一直問 說你有沒有什麼經濟困難 我怎麼找我 所以我說 第一很感動那個李旺輝老師 他美聾的人 而是鍾里佛同樣的家鄉 還有許火炎你也知道 他只要涉爛人 他一定 他也沒有多大很好的 他的經濟環境還不錯 他也是所有的朋友 他也是等於他 你來這裡一起種菜 來這裡一直雕刻工廠 他都會盡量替安住 一起來創業 真的這些精神 都真的讓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們以前生活出今後 當中只要也是希望 那一種社會直線 所以我說李旺輝 還有那個劉建修 我知道劉建修 至少有彭新貴 什麼幾個人都在他那邊 他也安住人 他這個人只要他敢做 他敢當 所以劉建修 還有那個 還有我這個劉建修 也是這一種最好人物 他在裡面都關心過不少人 那時候營造會開始 有一點生氣 有一點景氣 所以那時候他開始 他只要賺了錢 幾乎這些朋友 只要你有困難 他都幾乎有條件去支援 我不知道 後來我太太 他本身 他提了好多錢出去 他也知道是誰 所以他們都有這個社會主義的思想跟實踐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 這些朋友都 這些老同學出來沒有槍斃 還有精神這麼好 他說我們 但到我差不多十年左右 七、六年 在十年差不多我們副助會也成立了 在那個戒嚴世大 而且那時候真正講起來 大家書底下像李萬惠 像許惠 像許惠 這種關係已經開始了 大家的生活複製 所以我們會叫複製會 我們是有理想 一個很確實的問題 生活要先幫忙 所以叫複製會 我還以為是我們標會 所以這一種東西 我們最早的大型祭佛就是在 我記得是劉建修那裡 那裡應該做久 做久那時候劉建修 全神就發動 所有的朋友聯絡人家 結果那時候我看 但沒有一百多個也快要一百個人 去參加也是 我們很多南部的大佬會上來 所以到那裡 那時候可能是已經在籌備 因為那時候我們算得比較後備 但因為我覺得跟他們都很熟 所以我也算第一代 也算一點五代 我常常講 台灣搞得真的很多政治 在白色恐怖之下 真的體力子善 真的大家長得家破人 所以就是我們這個團體有一種 好像我說在悲痛之下 我們有一個鼓勵 有一個泥忌 這個自由 好美 這個國安法在修讀的時候 台灣跟大陸 因為現在海洋這個是黃金水道 絕對是聯繫不是婚禮 是一個橋樑不是圍牆 你要把這個砍斷 台灣字節以外 很多東西 你的良知跟認識 已經知道這個你不作為 這個就是你對不起良心 但你既然做了 就沒有什麼後悔不後悔 所以一不容辭吧 而且大時代你認識你知道 這樣你還不跟惡色力 惡色力還跟他過後投降的話 這不對 你要理直氣壯 尤其我們很多前輩跟先列 他們真的表示口口口氣就是這種精神 在那個白色恐怖之下 很多社會主義者 很多對這種政權不認同的人 真的前輩後繼而且真的服刑場 他們從來就這些東西真的要寫 真的寫不完 我從小對世界地獄跟歷史 我都很有興趣 知道我們的定位怎麼樣 我們應該取向著 我們就應該盡量盡自己所能去做 比起我剛才那些先列先前 我們還是擦眼 我們有機會 現在我們還是得著 動作 讓你 北部 火 天 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